CPTPP 大陸申請遞件 我們都知道了 結果現在 台灣這邊也有動作啦 也要加入啊 然後還真的來了 當然大家就說 這個時機為什麼在這個時候 CPTPP你知道嗎 對於美國來說 他們也在關注 雖然他們不加入 對不對 拜登還是不加入 川普那時候退出 他不加入 但是他在看 在看什麼呢 看你大陸現在你要進來 那台灣咧 所以難道說現在台灣的加入 是因為美國在後面嗎 然後我們現在是在幫美國 當一個打手在抗中嗎 第一你說CPTPP 美國是不是有所謂的劇本 那這劇本的話 數一數就四種啦 一個是都加入 台灣大陸都加入 要嘛就都加 想加 但是無法加入 然後台灣加入 但是中國沒有 這有可能嗎 還有中國加入 但是台灣進不去 這是另外一個 所以呢 如果說以這四種來講 當然老師你可以評論一下 你覺得哪一種最有可能 但是 美國顯然最不希望看到的是 有中國加入 但是沒有台灣吧 我們來看一下WTO 因為你談到這個TPP 或是CPTPP 一定要談WTO 可是在談WTO的時候我們要了解當初WTO的時代 台灣的經濟是很強大的 大陸那個時候的經濟跟台灣比 它是弱的 台灣是強的 大陸是大 但是它的經濟發展比較弱 可是即使在那樣的一個情形下 在美國大力支持台灣的情形下 台灣跟大陸幾乎是同步加入 但是還是大陸要先一步 就是大陸加入以後台灣隨著就加入了 所以也就是談到最後的時候 那還是大陸先入台灣後入 這樣的一個情形 那我強調是WTO的時代 對 可是現在的中國大陸是全世界第二大的經濟體 它是全世界第一大的貿易國 而且也是周邊的這些所有的國家的第一大貿易國 台灣不是他們的第一大貿易國 第一大貿易夥伴 台灣不是 連美國都不是 那這些國家沒有大陸加入的時候 他們的外貿的總額大概在1200億左右 可是大陸一旦加入以後 他們的外貿的總額馬上就提升到6000多億 你想想看 台灣沒有辦法有6000多億的貢獻 就是至少5000多億的貢獻不可能 因此台灣要加入絕對不可能早於大陸 我的估賺是絕對不可能早於大陸 人家優先選大陸加入 而且也不會同時加入 一定是大陸先加入 台灣才能夠後加入 我的估計是這樣子 那當然也要看真正在運作的一個狀況 可是問題就是大陸確實比較有談判的籌碼 那現在對日本來說的話 他本身其實是既換引課他又擔心 為什麼呢 因為日本在骨子裡面當然不是那麼的希望中國大陸加入 因為日本也已經加入了RCEP 也加入了10加3的東北亞的自由貿易區 還有10加3的東南亞跟東北亞的自由貿易區 跟現在的10加5嘛 這日本人都已經加入了 但是現在的時候是日本在主導的CPTPP的時候 中國大陸一旦加入的時候 與中國大陸的份額跟力量跟經濟地位的話 那他很快的在這個組織裡面 他會成為具有主導權 而且最有影響力的一個最大的一個經濟體 這個是會發生的事 但是問題就在於日本阻止得了嗎 我覺得不容易 東南亞國家都很歡迎 因為東南亞國家當然歡迎他 然後現在新加坡第一個表態 新馬 越南 都表態 都歡迎 那對大陸來說的話 他主要的是要突破美洲市場 因為他本來跟秘魯自立就有自由貿易協定 所以他突破的是加拿大跟墨西哥 也就是北美自由貿易協定裡面 缺美國這一角 但是加拿大跟墨西哥 他如果突破的話 他很多廠可以移到墨西哥那邊 再進入美國 這個就好像日本的這個模式一樣 不過我覺得這個CPTPP 他有幾個特點 第一個就是原產地證明的標準特別高 換言之也就是說 你不能夠把所有的代工都在外面做 最後我只做組裝 一蓋一個章然後就出 就是最後組裝 假設是在台灣就出去了 他不可以 他的比例要夠大 那原產地證明在這個情形下的時候 對台灣來說的話 就會有困難 因為我們台灣長期以來走的是全球分工 而且全球生產鏈 台灣的強大也就在於 我們對於很多的關鍵的技術 我們掌握的能力還不錯 但是我們的總量總和並不那麼大 另外一個部分就是智慧財產權這個部分 智慧財產權這個部分 中國大陸事實上已經趕上來了 而且現在在目前來講 全世界的智慧財產權 大陸已經超越美國 在聯合國的登記 然後像在6G的話 你說它的數目 它的數量已經超越了 它的智慧財產權 而且質量也在跟 質量目前美國最好 但是數量中國最大 可是中國大陸的質量 也一直在跟美國 所以美國跟歐洲 為什麼壓力那麼大 像6G的話 中國6G現在才5G還沒開始 6G中國大陸的整個 全世界的專利權已經佔有40%多 所以等於是大陸的6G 已經還沒有問世的東西 它的專利已經掌握的速度 比誰都快 你看在這一次裡面 他們的這種工業化的先進 大陸已經提升到全世界 第大概是13 12 13位了 僅次於法國 德國 已經快要擠進全世界前10名 也換言之爲 就是對台灣來講很多的民眾 都還以為大陸很落後 沒有 為什麼會我們在這個節目裡面 我們一直在要介紹大陸 真正準確的訊息給台灣的民眾 然後他們會罵我們 給我們戴帽子 但是我們也不怕 主要的原因就是因為 欺騙台灣的年輕的學生 欺騙台灣的民眾 是害台灣的年輕的學生 害台灣的民眾 要讓他們知道大陸的 進步的速度有多快 我們才會去思考 我們跟大陸的整個未來 要怎麼去整合好 CPTPP我個人覺得 台灣這邊如果要開放的話 你日本核實要不要開放 還有你東南亞跟日本的農產品 你要不要開放 對台灣的農業的衝擊有多大 我覺得政府有必要要跟大家說清楚 是啊 但是是不是真的有美國在背後操控呢 我們先講了 因為這時候你看到了 美國居然核實禁令解除了 所以這個意思是什麼 我美國都已經解禁了 所以你台灣也應該趕快 針對日本的核實解禁了 是這個意思嗎 這個是9月22號 美國解除核實的禁令 那在此同時 那現在你看剛剛我們講 前白宮官員也說 如果中國先台灣 加入CPTPP的話 那會是一個重要的挫敗 他們並不希望看到這樣的一個情況 可是美國是不是藉由這樣子的一個障礙 把它排除掉 然後就讓你台灣 趕快你該有動作了呢 那但是他沒有告訴你的是 現在還有包括大陸 南韓台灣等14個國家地區 是限制日本核災區食品進口的 所以需要這麼急嗎 在這個節骨眼上做這件事情 許婷不覺得這可能會讓人 有這樣子一個聯想嗎 我覺得現在要面對這個CPTPP 當然這題目其實很大 那有很多種切入的角度 像到底劇本會怎麼樣 我認為現在 因為這個負邊貿易協定 這種很多國家一起參與 通常都會講我們要共識決 而且它標準會非常高 也就是說我的開放非常徹底 那這其實代表一件 就是談判非常困難 因為你要全部人用一致的標準 而且大家都開 那個是等於是讓各國都蒙受 極大的國內政治的壓力 所以通常這一個談判下去 通常談到十幾年都是 不意外的事情 那特別是這個有 開中民意講了 說CPTPP就是共識決 所以說現在中國大陸 跟台灣同時申請加入的時候 大概 我覺得挑邊表態的機率是不高 要嘛就一起進來 大家慢慢談 就慢慢貨吧 要嘛就是 一邊沒有進來一定想盡辦法 這個如果讓中國大陸進來了 這個老美一定不愉快 他說那台灣一起進來 我們比照WTO的模式 一起來這樣通通進來 如果這個中國大陸沒有進來 那他一定會跟這個 這一群人裡面比較親 中國大陸的 講說把台灣擋掉 不然那面子往哪擺 所以大概是同進或同退的機率 稍微高一點 這是我目前的研判 但不管 只要你進去 那就是一個漫長的談判 那現在的關鍵 就是剛剛秦教官講 就何時的開放 其實我覺得要看這個 真的同一天啊 9月22號美國解禁了 我覺得要另外的 如果我們現在只是說 我們在遞件的情況之下 我們就說要解除 那我覺得這在外交上 是說不過去的 為什麼 因為所有有關農產品 我們現在先不管他有沒有核污染 所有有關食品跟農產品 那都是非常非常敏感的東西 那在正常的經貿談判裡面 它是最核心最核心的東西 它是國內政治壓力最大的東西 它也是各國談判的王牌 講白來就是這樣 你突破這個關卡很多事情 這個全世界的貿易會遠比現在更自由 但就是過不去嘛 因為壓力非常大 那現在是什麼 我們只是遞件喔 我們是在最前期做諮商的時候 你就要開啦 你最後的底牌 你最後最需要保護 你最敏感的東西 你竟然在最一開始就開了 這開什麼玩笑 這邏輯上是非常有問題的 可是就是要跟著美國的角度啊 就像萊豬一樣啊 如果現在萊豬換到 是他整個台美FTA裡面 談判交換一個籌碼 那大家還有得說 結果你竟然是 我開放我只換到了 架構協議的重新附談 這個就是完全不符合 外交上比例原則 我犧牲掉大量國家的實質利益 跟產業發展的機會 但是我換掉的是皮毛啊 你的意思是說 我們就算是開放了嘛 對不對 對你現在開放 我覺得有大問題的 你還不一定進得去 對你不一定進得去嗎 你萬一又換到表象的東西呢 而且再來是你最敏感的東西 你連地建 你都要拿你最敏感的部門 拿來交換 那進去裡面談深水區的時候 你要用什麼跟人家換啊 你要犧牲多大國內產業的利益 這才是CPTP最大的挑戰 那就是啊 我們現在如果是吞了萊豬了 你還沒辦法跟美國簽FTA啊 那難道不會再發生一次在這個上面 我講這個談判是十幾年 你看如果連地建我都要開放食品 開放這種有爭議的食品的時候 你看未來會發生什麼事情 這哪裡是一個政府可以隨隨便便做決定 隨隨便便發個臉書圖卡 就要收割的事情 我覺得不能這樣看 可是蔡英文馬上發推特給你看 這沒辦法 她就是這樣 推特在這裡啦 而且還是用日文啦 石頭上五年 這個我們看得懂 我們都是用漢字在猜 這意思是什麼呢 就是引述了一個這個日本的諺語啦 表示雖然很辛苦 但是只要有耐心一定會成功啦 蔡英文她想要用推特 用日文然後寫給日本看嘛 對不對 日本是很關鍵的啊 趕快要寫給日本看啊 但是她說她努力了這麼久 2016年開始到現在 她一直努力為了要申請加入CPTPP 正式地件申請加入 你看臉書上面也PO了一個這個圖 哦 積極佈局啊 什麼亞太區域經濟整合 邁向全球自由貿易關鍵的一步啊 不過韓冰 我們也特別去查一下這個日本的諺語 日本的諺語請導播給我們看一下 他們呢其實還有告訴大家說 這個日本的在這裡有一個很可愛的圖 有沒有有沒有在這邊 人家的諺語其實是 石頭上三年 剛剛我們是說 蔡總統是說五年 對他給他改成三年啊 沒有 三年改成五年啊 其實這時尚三年是日本的一個俗語啦 諺語啦 意思就是說 石頭本來是冰冰的 那你坐在上面坐到三年 本來冰冰的石頭就被你坐熱了 其實那個就有點像鐵杵磨成鏽花針 這個意思 但是你知道嗎 蔡英文總統會引用這個俗諺 讓我很訝異在哪裡你知道 原來蔡英文是麻將高手 為什麼我會這樣講你知道 其實他是日本那個麻將的一種古法麻將裡頭 一個特殊牌型 也就是呢 你第一圈的時候 你馬上先雙粒子聽牌 聽牌之後最後一張海底撈月虎牌 這就要時尚三年 這不用語 蔡英文原來是個麻將高手 我也蠻訝異的 好啦 但是當然你說 現在是不是真的要跟著美國 所以我們現在也來遞薦申請 除此之外 當然呢 你說能不能夠真正成功申請 還不知道 可是你看到這一幕 疫苗 美國與中國也在比 比什麼呢 比看誰比較慷慨 比較大方 再捐疫苗來比一比 拜登還召開一個全球疫情峰會 如果我記得沒錯 之前俄羅斯就已經說我不要參加 然後呢 拜登當然有說 我要再捐疫苗 捐個5億劑給你看 其實美國之前不是也承諾過嗎 對啊捐贈總數一共是達11億劑啊 那之前捐的呢 那現在又再說要捐囉 可是大陸的疫苗呢 包括捐的包括出口的總量 是已經超過了7.7億劑 而且還承諾接下來要捐20億劑 所以要比的話這樣子比有點 沒有比較沒有傷害 其實以美國那麼富有 那麼富有的一個國家 國民所得6萬多 大陸才1萬多美元 對 我覺得他這樣子捐真的太小了可 他真的捐太少了 我覺得美國人曾以6倍不為過 所以我覺得他最少應該 間隔670億劑 滿足這個 絕大部分的發展中的國家 對 有的用送的 有的用成本賣 我覺得這個是美國 應該要做到的事 因為美國自己的疫情控制那麼差 那麼死了60幾萬人 這是很不應該的 很不人道的 不過我還是要講一下這個蔡英文 蔡英文我不曉得他為什麼用日文寫 因為這個地建方是紐西蘭 也就是說當初這個CPTPP的 整個行政作業的方都是紐西蘭 所以台灣是應該向紐西蘭 那麼提出申請 而不是向日本 那為什麼蔡英文向日本 是不是蔡英文底下人 沒跟蔡英文報告說 報總統我們不是跟日本人提 我們是要跟紐西蘭 因為紐西蘭是整個秘書作業 行政的中心都在紐西蘭 就好像有個秘書處在哪裡 那我們是應該向這個秘書處 是紐西蘭 那所以我們要紐西蘭那邊接受箭 然後說我們已經列案 而不是日本 我想這個是幕僚 可能沒跟蔡英文講清楚 所以蔡英文那五年也沒搞清楚 所以是不是五年我們也不知道 因為他連哪一個是地建方 他都搞不清楚 另外一個部分裡面核食 美國歐盟開放日本的核食 可能不會吃啊 他們不會吃啊 因為各位你們如果到美國去 或者到歐洲去 特別你到歐洲去 我敢跟你保證 你絕對在他們的超市 很難看到日本的食品 因為歐洲人不吃他們的東西嘛 歐洲人自己的蔬菜水果肉類 已經夠新鮮夠好 而且價格便宜 你要從日本進口到那邊 誰會吃 那你美國也一樣嘛 美國不會吃 歐洲不會吃 他跟你開放 他們也不會吃 而台灣人很喜歡吃日本人的東西 所以 我們一開放還得了啊 好啦 但是現在反正就是要開放嘛 那我們也都說 真朋友就是真朋友 比方說立陶宛 不能開放啦 要確定啦 立陶宛 來 韓兵 立陶宛 又送我們23.5萬劑AZ的疫苗 好啦 當然我們也是感謝 人家要捐贈給台灣 因為之前好像也已經有2萬嘛 然後送來了 可是 突然看到另外那個訊息 真的是看得心酸 衛生部長 就立陶宛衛生部長說 AZ在我國不太受歡迎 我們可以把他捐出去 所以是人家不要不受歡迎的 所以才要捐到台灣來嗎 一直都是這樣啊 日本捐我們也是因為 AZ他們原本自己不要 那立陶宛也是 AZ在他們那邊真的不受歡迎 而且 你要知道他不受歡迎到什麼程度 他不是只捐給我們 還捐給好幾個國家 因為他真的太多 他們AZ就是沒有人要打 所以我覺得真的 我們台灣人孤佑民訊頭桃暴離 人家不願意的捐給我們 那我們的高端 是不是也可以捐給人家一下 對啊 我們要 真的啊 我們也捐給人家 因為高端現在 你知道 今天高端第一季打剩多少 昨天啊 剩200多 蛤 蛤 第二季400多 加起來六七百 一天才六七百 韓兵 你不要把我們的外交都搞光 哈哈哈哈 蔡英文不是認為高端才是最好的嗎 我們也要讓外國人當一下高端人士啊 其實我譬如說這真的很丟臉 台灣當了國際乞丐 也就算立陶宛人均收入只有台灣的一半 然後我們天天跟人家要疫苗當起幹 你知道這是我們要來的 不是人家真的主動要送 因為第一次的時候那兩萬劑 立陶宛自己駐台灣的代表 他直接就講說 因為台灣共有藥 所以我們就給啊 兩萬 然後這一次他們想說 台灣既然喜歡 反正我們又不要 那你們藥就給你好了 多送一點 就直接送來 台灣有必要搞成這個樣子嗎 我們為什麼就不能好好好 老老實實去買疫苗呢 我們台灣真的窮到這種地步嗎 不是第一次告訴我們經濟一直在上升嗎 那到底在幹什麼呢 真的不要把台灣的國格做第一啊 好啦 但是問題是人家要送你的 你還要感謝啊 對不對 這個就是所謂做人的道理嘛 不是嗎 來導播給我們看下一張 好嘞 現在美國自己本身的這個經濟 大家也在憂心忡忡 聯準會主席鮑爾呢 他呼籲國會議員要立刻調高 美國債務上限 警告政府債務違約 將對經濟造成嚴重的損害 必須及時提高債務上限 好讓美國可以在到期的時候付款 還不出錢引起的後果 絕對不是你們大家可以想像的啦 現在暫停執行債務上限 舉措在美國眾議院或者通過 可是卡在參議院 偏偏9月30號是最後期限了 怎麼辦啊 怎麼辦啊 這個真的是焦頭爛額 來 徐婷 我記得我前一段時間 剛開始來節目的時候 我就講說 我們那時候在討論阿富汗撤軍 我就說我沒有看過美國 就我成長的過程中 美國一直是作為 世界的超級霸權所存在的 什麼事情都是第一名 但我說從來沒有看過 他這麼左之右處 就今天我們從頭到尾講 跟外面談軍事 然後裡面又有難民 然後後面大家又針對 阿富汗撤軍馬上要清算 我今天說亮哥講說要清算 還有今天這個聯準會 真的是一山還有一山高 剛剛韓濱哥也講非常好 說我們本來預期 拜登應該是可以預期的 他應該縱橫百合 今天很老道 結果怎麼好像 怎麼好像理智斷線了 你就知道美國內部的 國內壓力多麼龐大 那你講 然後在執政已經非常辛苦的 情況之下 然後他國會參與共和黨 不會這個就是亮哥當初講的 共和黨怎麼可能會跟你客氣呢 所以這就是他為什麼 你看我們今天整段節目這樣講下來 他為什麼那麼奇怪 跟以前這個從容大度 擁容這個華貴的 這個美國的形象 怎麼差這麼多呢 因為他國內的壓力 其實是非常大的 不管是經濟的 種族的價值的撕裂 這都是他內部要面對 非常非常嚴重的問題 對啊 所以包括六位前財長 還特別警告了 說如果這個債務違約的話 一連串衍生到後果 這是很嚴重的 而且影響到的是整體的經濟 穆迪也分析 美債違約無人將倖免 股市可能崩跌三分之一 還有人分析說 600萬工作 600萬份工作會消失 失業率會回到9% 股市崩跌這麼多 三分之一這個概念是 美國家庭財富還要縮水15兆元 我覺得美國的聯準會的主席的警告 不是沒有道理的 他的擔憂確實是真的危險 因為美國也曾經發生過一次 就差一點點差幾個小時 差幾個小時 應該是在柯林頓時代 就差幾個小時 然後參議院批准了 這個時候突然間 可是美國已經受傷了 因為他只要就是這個月月底 因為現在已經23號了 只要7天 這個月底 如果美國參議院沒有批准的話 美國的聯邦政府 確實沒有錢發出去 所以他的公債的利息就還不了 他公債利息一旦還不了就違約 違約的話 那很主權 再信 平等 會立刻把你調降 他是立刻調降 那你立刻調降也就是不是AAA 那像我就舉一個例子好了 我們中華民國 我們中華民國 我們是美國公債買最多的 國家之一 那在這個時候一旦調降 我們按照我們的規定 法律 我們就必須要把我們的美債數回來 就連鎖反應就會跟著就來了 那我們一旦數回來 美國拿什麼錢給你 他沒有錢 那他沒有錢給你的時候 那這個時候美國就嚴重違約了 各國開始在鎖回的時候 你說美國是不是就進入破產 像銀行擠兌的啊 大家要把錢拿回來啊 所以我覺得鮑爾的警告 不是空間來公開